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晚林塔罗 一周呢,其实要过完了 而且下一周是非常重要的一周 因为下一周呢,8月7号呢 正好呢,是今年的七夕情人节 而8月8号又刚好是父亲节 所以呢,这两个大节日呢 在今年刚好可以说是有一点点撞期的情况 请记得在8月7号和你的情人一起过完情人节之后 8月8号也要记得帮爸爸过一下父亲节哦 好的,这边呢,有十张的塔罗牌 请先想想一下自己 并且呢,用直觉呢,从这十张塔罗牌当中呢 选择一张 我们一起呢,来占卜一下 接下来这一周的运势 请开始选吧 选好了吗? 请记得你所选择的号码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8月5号到8月11号 你会有怎样的一周运势吧 第一周选择的塔罗牌呢,是逆位的战车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上面呢 你在工作还有职场方面呢 运势是比较低迷一点哦 比较容易遇到不顺利的状况 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障碍呢 都会在你的工作当中一一浮现出来 使得你呢,需要花更多的力气 去摆平这些困难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交通方面呢 不管是在开车或是骑车 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呢 你就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来车出现 因为这张牌的逆位呢 其实也有一个含义呢 就是你在开车,骑车或是过马路的时候呢 比较容易遇到横冲直撞的行车人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世界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 你会觉得压力有一点大哦 不管是在职场或校园当中 你都会觉得和这个环境呢 格格不入 常常会觉得被同事啊 或者是被同学排挤 而且你会觉得身边的朋友 好像也都不太挺你哦 那你会经常呢 会有一些不太想上班啊 或是不太想上学的一些想法浮现出来 那另外呢 如果你在这一周 原本就有机会要去旅行的话呢 那你要小心一点哦 在这一周当中呢 你的旅行可能会遇上一些困难 会让你有点头痛哦 我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太阳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在心情方面可能会比较低落 因为很多事情的发展呢 都不如你想象中的好 而且呢 很容易遇到一些障碍 不顺的事情其实还蛮多的哦 会让你觉得还蛮辛苦的 那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力气呢 去面对这些考验 那感情方面呢 要小心一点哦 可能会有小三或小翁 在蠢蠢欲动当中哦 你所抽到的塔罗牌呢 是恋人牌 恋人牌代表着 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在爱情运 还有桃花印的方面呢 真是超级棒的哦 单身的话呢 比较容易有桃花上门 那如果呢 你已经注意某个对象很久 你又很喜欢他的话呢 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可以直接一点 和对方互动 关系上面呢 会有很正面的增长 那如果你已经有 另外一半的话呢 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之间 感情上的互动 会非常的甜蜜 热情 而且很幸福哦 你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恶魔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容易过着又堕落又快乐的生活 像是比如说你会一直玩手游啊 玩到工作时间 或念书时间不够 而导致呢 你在工作或是学业方面的进度落后 总而言之呢 就是你太过重视玩乐呢 而荒废你的工作 还有课业 那抽到这张牌 其实有一个很棒的好处就是呢 其实你在性生活上面呢 会过得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开心 那这也算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啦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力量牌 那代表的是呢 你接下来的这一周 其实是算是风平浪静的一周啦 那因为你的勇气 还有自信心都很强 会深深的感染到 影响到你身边周遭的朋友 还有同事哦 特别是在工作职场上面呢 你会成为你的同事 特别倚重的人 上司呢 对你的这个看重度呢 也是非常的高 会把一些很重要的工作呢 很放心的交给你去做 你就好好表现吧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逆位的魔术师 逆位的魔术师代表着呢 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会发现你自己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创新的能力 或者是一些想法 整个人呢 其实容易处在一种脑袋 在空空的状态上 而且做什么事情呢 都没有什么精神 所以呢 接下来的这一周 对你而言呢 就是耍费 还有混日子的一周 特别是在工作的方面上呢 可能也比较没有什么进度 你所选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女教皇 正位的女教皇 代表着你 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呢 处理事情会非常的冷静 非常的有智慧 不管是在你的工作啊 或是管理你自己的金钱方面呢 都能够有非常冷静的判断 只是在感情方面呢 你可能会显得比较冷淡 冷酷 让你身边的人呢 觉得有点难以接近 也导致呢 你的桃花运因此而变得更差 或者是呢 如果你有感情上的 另外一半的话呢 你的另外一半也容易觉得 你在感情方面呢 是比较冷酷 难以靠近的 第一次选择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命运之轮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是超级幸运的哦 你们在正确的时候呢 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也会让你的选择呢 走向最美好的结果 而在这一周上面呢 特别是在工作 还有学业方面的成果和成绩呢 都是非常耀眼的 投资理财方面呢 也容易有很好的获利 在感情方面呢 你也很有机会 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一起走向婚姻的道路上 让感情开花结果哦 你所选择到的塔罗牌呢 是正位的愚人牌 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 你会过得非常开心 自由自在 因为这是一个 很不受拘束的一周哦 不过这也是一个 很糊里糊涂的一周 所以在事业和职场的部分呢 你要小心 不要太过粗心 免得在职场方面呢 你会犯下过多的错误哦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一周里面呢 你还蛮容易喝酒喝到挂 那要记得呢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今天是塔罗站 不宜周运式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留言给我 还有记得把我的影片呢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谢谢大家 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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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